这是润唇膏没有颜色的 这么想我用啊 我真的得走了 不准 再不回去我就来不及了 那也不行 录剧余生请多指教 进度尾声 杨子饰演的笑笑和肖战 饰演的男友顾卫吵架 顾卫在医院各种开撩 两人终于复合 关心我是不是 不是 舍不得我是不是 说了我不是 你别这么自我多情行不行啊 离不开我是不是 我说了不是不是不是 小小怎么办 我这一次好像真的感冒了 没想到复合后的顾卫 居然成为年龄精 拉着笑笑舍不得他 离开自己家庄 你以前睡字不是挺正常的吗 现在怎么回事 这个姿势有什么问题吗 感觉在抱着一个抱枕 我的女朋友想怎么抱怎么抱 好好好 怎么抱着跟你一起醒过来 想做梦 完了完了完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如果老林跟李女士发现的话 我就想您二事了 我走了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像电视剧里那些花言巧语的小骗子啊 你说什么呢 别闹了好不好 我真的得走了啊 不准了 待会儿李女士跟李老师发现我 我真的再不回去我就来不及了 那也不行 不发烧了呀 怎么还这么黏人啊 药手放桌上啊 你拿走 想我随时来 两人不仅在沙发上掩护唇膏之吻 顾尾还直接霸气向笑笑求婚 诊断真的甜到蛀牙啦 就是不用口红 我这不是口红 这是润唇膏没有颜色的 你看 没有颜色吧 这么想我用啊 嗯 我就想这样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晓晓 嗯 今天晚上别走了 那怎么行啊 如果被老林知道了的话 他会先杀了我 然后我再杀了你 你看 我现在跟我自己女朋友在一起 还要像偷情一样 连过个生日都不能共鸣真大呢 除非 除非 除非哪一天我们结婚了 估计他可以 你别误会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在跟你形容 形容老林的性格 但 但我不是说 要我们 结婚或干嘛 你不用我压力 如果我是认真的呢 嗯 林志强 你愿意嫁给我吗 无论好坏 我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陪着你 要让你像林老师一样 秘直气壮 理所当然 林志强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不愿意 我一直都要 在一起 只给你我最大的偏心 好